第五百三十八集 就在我往下潜的时候 忽然有一条大鱼迅速地朝我冲了过来 从鱼的样子上看应该是打青鱼 在长江里干活吃鱼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有些时候青菜比鱼都贵 再加上老胡给我讲鱼对鱼还是了解的 打青鱼是食肉动物 主要是以水底的螺丝之类的为食 性子凶猛在水中横冲直撞 几十斤的鱼在水中就有几百斤的力量 对面的鱼有一两米长 少说也得有百十斤呢 这要是撞在我身上 那可能是要人命的 我赶紧闪身 大青鱼从我身边冲过去了 接着大青鱼又转过身来朝我冲过来了 我看到鱼朝我冲过来 赶紧地用峨眉刺横在胸前 那条大青鱼直接冲过来了 刚看到我手里的峨眉刺 想避开已经来不及了 在惯性下 大青鱼的身子继续往前走 我看准机会 直接朝旁边一闪 峨眉刺一下子刺进了大青鱼的身体里 大青鱼当时就痛苦地一扭身子 用大而有力的尾巴打在了我的身上 这一下力道惊人 幸亏有水的缓冲啊 我的身子在水的作用下往后退了七八米 那条大青鱼在水中使劲地挣扎 一股股的血从身上喷涌出来 把周围染红了 看起来触目惊心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手里的峨眉刺会对一条大鱼造成那么厉害的伤害 那条大青鱼在水中挣扎了一会儿 身子翻过来 肚皮朝上 慢慢地浮出了水面 这条大青鱼看样子是死了 这时水里的鱼变得暴躁不安起来 一条条快速地游动 我一看 坏事 我一看那些躁动不安的大鱼 心里想坏事了 如果这些鱼一起上的话 我肯定不是对手啊 那些鱼快速地游到我的不远处 在水里边来回地游动 我把峨眉刺行在胸前准备和那些鱼拼命了 这时让我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那些大鱼看到我手里的峨眉刺 一个个地掉转脑袋 钻入了江中 深水里消失不见了 有些浑浊的江水里 连一条小鱼都没有了 可大青鱼打斗 让我消耗了一些氧气 不得不浮出水面换气了 我浮上水面之后 上面的人都大喊大叫 询问我有没有事 我在水中说 放心吧 我没有事 刚才这条大鱼要对付我 被我给解决了 你们把鱼捞上去 咱们留着 回去炖着吃 我再下去看一趟螺线桨 被什么东西缠住了 这时杨文青大声地说 小冬啊 下边太危险了 你赶紧地上来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杨叔 没事的 水下的鱼怕我手里的鹅没刺 杀一井百 其他的鱼早就吓跑来了 我说完 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潜到水里 这次潜下去之后 水下空荡荡 什么都没有 只有缓缓流动的江水 我借着江水的力量 到了螺旋桨的地方 看到螺旋桨已经被破鱼网缠得死死 这些鱼网有些是养殖场的 有些是被江水冲跑的 有些是直接放弃的 这些东西在水里飘着 随时可能缠住倒霉的船只 我游过去看到 往生把螺旋桨缠得很结实 用手是解不开的 于是我就再次浮到了水上 游到水边 把我的峨眉刺扔上去 让上面的人给我扔下了一把刀 我拿着刀牵到船下 开始一点点地把网绳割断 在船的底下 会有一种明显的不适感 因为在船底往上看 会看到巨大的船体压在头顶上 所以我不想往上看 我正搁着船桨上的网绳 就感觉到一阵的冰凉 在我背后慢慢地朝我靠近 我当时踏了一个机灵 赶紧转头看 什么东西都没有 可能是自己太敏感了 也该到出事了 这时脑海里一动 竟然蹦出了这么一句话 是关于人在空气和水中散热的话题 人在空气中热量不容易散失 因为空气的导热率很低 人体很难通过传导散失热量 衣服中包裹着的空气不容易流动 因此很难通过对流散失热量 空气和衣服比热容量很小 贴近人体的空气和衣服 只需要很少的热量 就能与人体的温度相当 因此辐射散热 又有一大部分被衣服重新辐射回了人体 因此人体在20度的空气之中不冷 在水中热量就很容易消散了 水中的导热率比空气大 通过传导散失热量比空气多 水很容易对流 人体的热量迅速地被水的对流带走 水吸收人体大量的热量 而温度几乎不升高 因此没有热量抵消人体辐射散热 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抓紧脱离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我正想着呢 忽然在我的头顶上 出现了几根黑色的丝线 那丝线非常的柔和 在水中自由地飘着 不住地往我脸上飘 感觉痒痒的 我忙着割螺旋桨上的网绳呢 没工夫理那些丝线 丝线飘到脸上 直接用手拨开了 继续干活 这次缠的网绳有点多了 也缠得很结实 我用刀子费了很大的劲 才割断了一半 还有一半缠在传动轴上呢 我伸手正要割传动轴上的网绳 这时眼前飘着的丝线 一下子争夺了 一柳一柳的 我看到这里 心里大吃一惊 这些不是黑丝线 而是人的头发呀 这里是长江水底 怎么会有人的头发呢 不用说我也明白 我头顶上肯定有东西 想到这里 我头顶梦得一下子 长大了一圈 强忍着恐惧抬头看去 我这一看呢 吓得头魂都差点飘走了 在我的上面飘着一个人 不 应该说是一个鬼 那个鬼一头的长发 非常柔顺地在水中飘着 身上穿着一身红色的衣服 衣服在水中飘飘若鲜 可怕就可怕在那个女人的脸上 女人鹅蛋脸 按说长长的头发 一身红裙子 四肢 四肢如同白脸藕 应该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可是这个女人偏偏就没有五官 只有一张像白纸一样的脸 这不是鬼能是什么呀 我吓得大叫一声鬼呀 这一张嘴喝了几口水 差点被枪死 好不容易缓了过来 这个时候我不能坐以待毙 等着被上面的水鬼给害死 一般水鬼可都是要人命的 想到这里 我脚下一灯螺旋桨 身子在反作用力的情况下 一下子往远处划出了五六米 此时我心里想 一定跑出了女鬼的控制范围了 这时我只要往上浮就可以了 我先是观察了一下 抬头朝水里看 刚才在我上面的那个女鬼 竟然不见了 那个女鬼去哪儿了呢 我的脑子一边响 一边搜寻着女鬼的踪迹 我的前方和上方 都没有女鬼的影子 看来女鬼就是吓唬吓唬 现在应该是走 我心里念叨了几句 老天眼保佑 然后伸着快速地往上扶 就在这时 我忽然身后一梁 感觉有东西趴在了我的背上 那个东西一定就是女鬼了 这下子可坏事了 人被鬼通常走夜路的时候就能遇到 有些鬼徘徊在荒野或者坟地之间 夜里的行路人走到那里 头上的火焰一滴 保命火虚弱了 鬼就会一下子趴在人的身上 这种火是三味真火 人看不见 可鬼能看见 这样 然后就让人背着回家了 如果人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 鬼就可以控制人的行为 当然 这个普通人是看不到的 但阴阳眼却能看到 通常鬼魂会在人的背后 脚尖放在人的脚后跟上 这样的人看起来就会像是 翘着脚尖走路 其实这是有鬼在后面控制 一步步按照鬼的心愿去做事 懂行的人会请神婆或者先生给治疗 在水中鬼趴在身上就非常危险 因为水中没有空气 鬼如果想害人 不让人出水 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活活地淹死 女鬼此时就趴在我的背上 身子紧紧地贴在我的身后 两只鬼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把我往水下按 让我不能浮出水面 那鬼的身上是阴寒之气 正好可以和冰凉的水结合 把冰凉变成寒冷 似乎要把我的血液都冻住 我的心中恐惧到极点了 身上开始痙磷 脸上的肌肉疯狂地跳动 这时我想起了手中的刀 赶紧挥舞着手里的那把刀 想把身后的红衣鬼吓唬住 可那红衣鬼就躲在我的身后 我的刀根本就刺不中啊 想看那女鬼按在我肩膀后的手 有些吃力看不到 越是这样 那水鬼就越在背后戏弄我 她的长发就如同蛇一样 在我的眼前晃动 让我看不清水下的情况 第五百三十九集 我一咬牙赶紧来了一个快刀斩乱马 不让那些该死的头发阻挡住我的眼睛 想到这里 我使劲地挥动手里的刀 去斩断那些飘在我眼前的头发 刀斩头发就跟切豆腐似的 几下就把眼前的头发斩断 那些斩断的头发飘在水里 还没有多远就消失不下 我看到这种情况 心里想这个女鬼也不是什么 金刚不坏之身呢 就在这时我的机会来了 女鬼可能被我砍断头发 在那里惊呆了 双手竟然搭在我的肩膀上 不是肩膀后 我正好可以用刀砍断女鬼的手臂 这双鬼手看起来白白嫩嫩的 食指鲜鲜如同玉笋 可以说是一只完美的手 只有绝世的美女才会有这么一双完美的手 我看着那只手竟然有些怜香惜玉 舍不得下手了 人的侧隐之心呢 该有的时候有 不该有的时候就不能有 我下不去手 一愣神的时候 女鬼开始发胃了 两只在我肩膀上的手 使劲地用力 把我往水下按了下去 水鬼的手很凉就像是一块冰 这时我想抬手去砍女鬼的手臂 发现自己的手已经不能抬了 随着身子垂在那里 快速地往下坠去 当断不断必有后患 我的一时侧隐之心 让我失去了对付女鬼的机会了 这个女鬼是想把我按到僵底呀 我的身体那口气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如果真的被按到僵底 或许就上不来了 我不能眼睁睁地等死啊 手臂虽然抬不起来了 但是腿能动 我用腿做动力 让身子使劲地往上扶 一扶一沉 死消彼长 我和女鬼在水里来回的拉锯 这时脑海里忽然蹦出了一个咒语 我当时默念道 一念成经 二念成仙 火光大将军 吼风大将军 浑海大将军 有祖无者死 尽无者亡 党无者灭 急急如律令 我念完这个之后 那女鬼竟然离开了我的身子 那阴寒之气也慢慢地消失了 我不知道这个咒语是谁交给我的 只知道是快要命的时候 忽然之间就出现的 算是救了我的急了 我趁着这个机会赶紧地往江面上扶 离开这个冰冷的江底 就在我往上扶的时候 女鬼一下子又趴在了我的身上 一只手抱住我 另一只手朝我的脖子 掐过来了 本来女鬼那完美的手 这时变得极为恐怖 从手上冒出长长的指甲 那指甲就像是尖刀一样 非常的锋利 这样的指甲可以轻而易举地刺进我的脖子 离我的脖子越来越近 我这时已经来不及念咒语了 赶紧用手去抵挡那只鬼手 可鬼手轻而易举地就穿过了我的手臂 朝着我的脖子掐过来了 就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忽然我带着的那个吊转 发出了一种很熟悉的力量 那种力量非常的祥和 至少对于我来说 感觉非常的祥和 而对于鬼来说就不一样 鬼手一下子抽了回去 紧接着我身后那冰凉的感觉 迅速消失 鬼手消失之后 我的身子稍微地暖和了一些 借着这个机会 我赶紧地朝后看去 只见那个穿红裙子的女鬼 正离我越来越远 身子朝着江底沉去了 她的脸上没有五官 像白纸一样 给人一种站立的感觉 长长的头发在水中散开 红色的身影慢慢地消失在了江底 当女鬼消失之后 我的心猛地跳动了几下 这才感觉到体内氧气已经到了极限了 于是赶紧晃动差不多僵硬的身体 成螺旋状一圈圈地往上边浮 等浮到水上之后 赶紧呼出体内的废气 采取最节省体力的杨勇 赶紧把气给踹匀了 杨文青见我上来之后面色不对 就赶紧问我怎么回事 我哆哆嗦嗦地说 水 水里有水鬼 杨文青一听 赶紧从船上扔上了一根绳子 让我赶紧地上船 可这时我发现自己的手上没有劲了 根本就抓不住绳子 杨文青把绳子挽成了一个圈 把我套上拉上去 拉上去之后 我赶紧把我身上的水擦干 然后让我上船换衣服 有人给我弄来热水 喝了点热水 这体内才有了点热乎味 身体也变得不再僵硬 杨文青看我恢复得差不多了 询问我水下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把事情的大体经过说了一下 大家都替我捏了一把汗 我休息了一下 还要继续下去割网绳 杨文青说 水下既然有水鬼 下去肯定有生命危险 你这次能逃出来 是你的命的 如果再下去的话 就有可能上不来了 这次坚决不能再冒险了 杨文青对我确实不错 不但是我的救命恩人 还处处照顾 我想报恩 于是说 杨树 没事 这次啊 我带着峨眉刺下去 那个女鬼要是再来的话 我就跟女鬼拼命 胡说 明智有危险 却还要下去 你以为你的命是你自己的吗 你的命是你的父母 是你朋友的 被洪水冲到长江里 你父母和你朋友不知道该多伤心呢 等你的记忆恢复了 得完完整整地回去 不能再出什么问题 那 咱们的船怎么办啊 我先启动一下试试 如果真的不行啊 我们就在这长江上过一夜 明天找拖船的给拖回去 老胡说 找拖船的拖回去 那得花多少钱呢 还是找潜水员核算呢 水下有水鬼 看来是和我们卯上了 请潜水员万一出事了 那咱们的嘴可就大了 小冬说了 下面的网声割断一半了 也许咱们的船就能够启动 我去开船试试 但愿水生也能保佑 咱们的船能启动 说完之后 杨文青跑到了驾驶室里 启动了一下船 花沙船竟然一下地启动了 花沙船启动之后 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因为这样就不用在船上过夜了 杨文青驾驶着船 掌舵调整方向 朝着沙场而去 走了一段路 我发现船走得很慢 好像走不动一样 平时的挖沙船 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即使是蛮载 也比这个速度快 挖沙船的发动机冒着黑烟 发出刺耳的吼叫 但船依旧像是蜗牛爬 老狐说 哎呀 本来咱们还是得在江上过夜呀 你听这船的声音 一听就知道下面的鱼网缠得太紧了呀 我听到这里 绝对还得下去一趟 清除船底的那些鱼网 想到这里赶紧地跑到了驾驶室 对杨文青说 说 你把船停下 我再下去一趟 把那些缠住螺旋桨上的网声割开 不行 那样太危险了 咱们的船虽然走得慢 但一直都在走 回到沙船也就是早一些晚一些的事情 开船的事情 我心里有数 你就不用管了 我还想说什么呢 但杨文青摆摆手 让我出去了 我回到船的甲板上 看到大伙都围着大青鱼在那里看 一个外号叫甲娘们儿的 在那里搁着鱼肉 他先用刀把鱼鳞打下去 然后再搁鱼肉 鱼到了一定的程度 肉质就会变得非常紧密 有很厚的红肉 这样的肉煮熟了 是蒜瓣肉 吃起来筋道 比牛羊肉还鲜 甲娘们儿一边搁着肉 嘴里边还一边唱着曲 动作有些夸张 甲娘们儿这个人 无论是长相还是动作呀 都像娘们儿 当然了 那个时候不流行人妖这个词 所以大家都给他起了一个外号 叫甲娘们儿 他在沙场里单独住在一间屋里 平常和我们一起干活 中午的时候啊 喜欢给我们做饭 他手艺不错 在缺油少盐的船上 做出的饭菜还算是可搞 甲娘们儿摇晃着屁股 在那里把鱼肉一块块的 搁下来放在盆里 几个爷们儿在那里 和甲娘们儿开着玩笑的 在船上见不到女人 甲娘们儿就成了 大家的消遣对象 越是这样 甲娘们儿说话就越嗲嗲的 搁完了鱼肉 就嚷着让大家去 把煤气灶和大锅弄出来 说要给我们露一手 来一个江水煮鱼 那帮老爷们儿 好像是没有见过女人 都赶紧的帮着 甲娘们儿去忙活 我看着那些人 心里边都觉得别扭 干脆不理他们 坐在甲板上看日落 老胡走过来 和我一起坐在甲板上 看着长江日落 长江里看日落 有一种特别的美 此时太阳已经快落了 用眼睛可以直接观看 红红的太阳 把晚霞映照得一样红 晚霞和阳光倒映 在波光闪闪的江面上 水天相接 看上去让长江的江面 更加的辽阔了 看着落日 我脑海中忽然想起了 一个画面 那个画面中 我坐在一艘小船上 穿行在一个平静的湖泊里 那湖泊非常的广阔 但水面很平静 远处是芦苇 鸟儿不识地从眼前飞过